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收看连续四天聊 喜若巴狗白香的最后一部影片 而今天要来聊的是我的感想点评与心得 所以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作品中的主角五人主为 Miyamori Aoi Yashuhara Emma Sakaki Shizuka Todo Misa Imae Midori 而他们在剧情开头就是 山上高中动画同好会的成员 而他们在那时一同制作了一部动画名为 《神佛混淆七福镇》 也就是在那时他们一起约定 将来一定要一同制作动画 这就是他们的初衷 他们的起点 所以接下来我就来聊一下他们一些的剧情吧 首先是关于Miyamori的 之前就有说过他在刚开始的登场 就是一位武藏野动画的制作进行星人 然后被前辈时也称为Miyamori 所以我打算这次来说多一点关于Miyamori的东西 首先是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甜甜圈 最喜欢的动画是三次为安帝斯恰奇 然后关于Mimuji和洛洛是Miyamori的人偶玩具 在剧中出现的时间通常都是Miyamori感到困惑 或是压力产生的时候 因为Miyamori会幻想他们吐槽自己的心声 不过有时候他们俩也会担任解说并且介绍专业名词 然后Miyamori还是视作进行星人的时候 他其实对于许多的事情都处理得不太稳定 但在过后他也有渐渐的成长也学会了许多的事情也成为了前辈 不过他始终都找不到自己的目标 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做什么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剧中一直都可以看到 其他人都有着自己的目标 但Miyamori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目标 明明知道自己正在前进 但却不知道前进的理由是什么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身边的好友都有着目标与前进的理由 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 不过嘛有可能到时候的你已经不知不觉 在做着你自己喜欢的事了 所以Miyamori最后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毕竟他自己也认为是时候在更高处 眺望将来了 而那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 理由就只是喜欢 对没有错 就是为了单纯的喜欢而前进 或许就是这样沉浸在梦中不会醒 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只能再拼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罢了 但其实许多人都是这样的 不管是Emma Sizuka Misa还是Midori 他们所有人都是喜欢而去做 即使知道前方很艰难都想继续前进 或许梦想就是那么遥不可及 但没踏出第一步就没那微妙的可能性 就如同Sizuka的心境 毕竟他身边的好友都在前进 自己却毫无进展 这种感觉说有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不过即使如此 他还依然继续努力用自己的实力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他 让许多的观众都感同身受 当然原因不只是这样 因为在剧中里 当Miyamori,Emma,Misa和Midori都在参与制作同一部动画时 只有Sizuka没参与 虽然Sizuka的确是进步了非常多 而且还成为了监督的第二选择 但最后还是因为功力比其他生忧差了一点而落选 这场景就好像在告诉我们 再怎么努力 有时候也是不会成功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剧中的最后 由于那部动画需要新角色 所以需要多一位生忧 而Sizuka就刚好非常符合那位角色 而且Sizuka要来配音这事 Miyamori他们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Sizuka在进来录音室时 Miyamori是真的吓到了 而接下来Sizuka的配音更是让人感动不已 因为Sizuka在配音的过程中 非常刚好的说出了 我觉得现在 李志祺的梦想又进一步了 我看到这里时 我真的是直接哭出来 而且我明明已经重复看了那么多次 但每次都会忍不住 或许你们听我这样说会完全不明白 但如果你看了Sizuka的经历 她的过程 绝对是比其他人还要来的虐 而且Emma在过后得知了这件事后 更是坚决一定要画Sizuka配音的那一幕 当然在画时Emma也哭了出来 这里不仅是展现了他们五人的友谊 更是展现了Sizuka的成果 最后他们五人也成功一同参与制作了一部动画 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真正的目标 就是再次完成那当年的欺负阵 所以他们的旅途才正要开始 虽然他们不知道离梦想还有多远 但他们却知道自己在前进了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或许你像Miyamori一样查不到自己的目标 也或许你像Sizuka一样一直努力 但却没成果 或许你也有可能像Emma一样 认为自己永远比不上他人因此感到迷茫 或许也有可能像Misa一样面临两条道路 或许你也有可能像Midori一样 一直凭着自身的努力去完成梦想 但我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尝试去完成吧 毕竟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 而且梦想和理想是自己去开创的 所以比起什么都不做在那边抱怨不如尝试前进吧 至少你是在做这你喜欢的事物不是吗 当然我知道梦想这种东西或许就是骗小孩的 但即使知道我也想试试看 或许前方都是未知的事物 今后令人感到不安的过程会非常艰难 也会在中途跌倒都好 我都相信那无限的可能性 我也都想把那一切刻在自己的心中 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白箱或许就是这样立志的故事 但在剧中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的无情 而为什么说这部作品会令人感同身受 其实就是因为这部作品无比的真实 而且不仅是让我们在剧中看到了自己 更是让我们理解前进的意义 走回那无限可能性的初衷 当然这部作品更主要的是 让我们看到了动画的制作过程 让观众可以更了解在其中 毕竟动画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而是透过一个庞大的团队来分工合作完成的 况且在剧中也展现了各个职位的重要性 同时也让我们更认识动漫界的各种事物历史之类的 当然也包含漫改会遇到的问题 作品的销量和创作中发生的种种矛盾与挫折之类的 其中当然也掺杂着喜怒哀乐 就如同这部作品的标语 动画业界的当下就在这里 所以Serovago可以说是极为独特的作品 而且我真的想非常私心的把Serovago排在第一 但最后我认为Serovago根本不需要排名 因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或许就是那么的夸张 但我就是想这样说 而关于剧场版的表现 我只能说是为了粉丝而做出来的 虽然表现并不是完美 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而且我到至今都非常希望Serovago能出续集 或许剧情不会比之前的好看 但我还是会继续看的 毕竟我真的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看到他们五人一起完成制作欺负阵 我真的很想看到 而且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吧 然后还有的就是 我本来是打算直接顺便来聊剧场版的剧情的 但后来想想 我还是觉得剧场版必须让你们自己去观看 因为那种感觉真的是难以形容啊 总之Serovago在我心目中就是神作 虽然我知道有些作品都比它好看 但对我来说 Serovago就是人生 也是人们成长的过程 成长的经历 同时也是在面对那无法逃避的社会 而且作品中的剧情把握得非常好 也同时展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况且不管是在笑点 可爱的点 还是感动的画面 都非常棒 所有角色的塑造我也都觉得非常有趣 当然也包含平刚 虽然可能刚开始你会讨厌它 但最后劝人体会它的感受 也可能会喜欢上这位角色 而且就算有着那么多的角色 这部作品也可以完美的展现出来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它们的成长 所以我真的希望能让更多人喜欢上 Serovago这部作品 顺便一提作品中的角色 有些是依照现实人物设计的 好 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关于 我为什么会重看Serovago的事情 和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Serovago 但可能会有些负面 在意的人就请自行回避吧 老实说在前阵子我已经不打算再更新影片了 对 我原本就打算这样结束 当然我知道这些对你们来说根本没什么 但我还是想来说一下 在Serovago中五藏野动画的社长有说过 我们都只是一些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死脑筋 一直坚持自己想做的事 等到回过神来不知不觉就到了这把年纪 但我回过神来却发现 自己早就偏离了轨道 忘了自己的初衷 整天就想着该怎么做才会有人看 甚至还做出了自己不想做的影片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且再加上看着其他人的慢屏影片 更是认为自己永远比不上 还经常认为自己在抄袭 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想自己也才做了一年 怎么可能跟别人比 但始终还是会认为 这些都只是在自我安慰罢了 再怎么努力也是没用的 放弃吧不要再继续了 不过也就是在那时我再次发现了 Sirobaco 而在重看的过程中 也让我找回了那原属于自己的初衷 老实说刚开始做慢屏影片的时候 我根本没在想什么问题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纯粹就是喜欢和觉得有趣才去做 而且那时候我根本不太会剪辑影片 写出来的评论更像是特地来乱的 但即使这样 那时的我却很开心 毕竟我的兴趣通常都是三分钟热度 我以前学过钢琴学过绘画 但都不超过三个月 但这个慢屏影片我却继续做了下去 虽然并没有什么收入 而且理由就只是单纯的喜欢动漫 所以我自己也蛮吓到的 而我在重看Sirobaco的时候 真的就好像看到了自己 特别是Emma认为自己永远比不上别人的心境 还有喜之嘎的努力但却没成果的心境 不过嘛 我在看的过程同时也找回了那当时的快乐 那当时纯粹的喜欢 那当时简单又纯粹的初衷 或许你们真的会认为 Sirobaco就只是看这一部动画 在做这另一部动画而已 但对我来说 Sirobaco却是有着无法取代的位置 他在我心目中毫无疑问是个心灵之助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特地把24集重复看了五六次 甚至还拉身边的好友一起看 而且在看的过程 每次都会笑每次都会哭 或许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让我继续前进吧 而之所以会制作这四部影片 不仅是想要让你们更了解动画业界中的职业 和推荐Sirobaco 更是提醒我自己不要忘记这时的感觉 虽然我也知道自己的影片做得不是很好 也知道Sirobaco的热潮期早就已经过了 但我还是做了出来 因为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 也做得非常开心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把以前大多数的影片都设为不公开了 因为我想重新回到那当初的自己 当然我没有删除的原因就是 我认为即使那些算是黑历史 但也不能把它们忘记 因为那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也是自己的经历 所以我会一直留着那些影片 只是你们看不到罢了 总之Sirobaco白箱是一部非常好看 又非常真实又令人感同身受的作品 武藏野动画中的故事也绝对棒 毕竟在里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情感 也就是因为这样在剧中绝对能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影子 所以还没看的就不妨去看看吧 看过的也不妨重看 也顺便推荐给身边的好友 而我今后也会像主角五人组的誓言一样 天天劝多多尽全力创作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 喜欢记得按订阅和赞顺便分享 我们下次见拜拜